本期节目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Vivo XR10上手体验 作为Vivo家族首款全面屏手机 Vivo XR10最大的卖点自然是正面这一块6.01英寸的Super AMOLED屏幕 这块屏幕也是主流的圆角屏 配合上窄边框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给力 由于是黑色版的缘故 Vivo XR10屏幕顶部除了前摄和柔光灯之外 其他开孔都做了不错的隐蔽 在光线底下仔细观察才能发现 所以整体感还是比较出色的 由于是采用了Super AMOLED全面屏Vivo XR10 显示效果与华为不久前发布的IPS全面屏卖盲6相比 在显示效果和亮度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笔吓一跳啊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把两者屏幕开到最亮 Super AMOLED全面屏亮度会比IPS更高 颜色还原也更加丰富 可视角度也会更广 同时自发光更省电也是Super AMOLED全面屏的一大亮点 当然为了提高全面屏的操作效率 Vivo还特意为XR10设计了用上滑手势 来代替三大金刚键的操作 隐蔽虚拟键后腾出来的位置 也可以让全面屏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至于机身背部的3D虎面设计 过度非常流畅 带来非常不错的握持感 而金属喷沙 U型纳米注塑天线 以及方形的后置室纹识别 这些都是如今主流的设计和功能 本期节目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 Vivo XR10上手体验 作为Vivo家族首款全面屏手机 Vivo XR10最大的卖点赞 是正面这一块6.01英寸的Super AMOLED屏幕 这块屏幕也是主流的圆角屏 配合上窄边框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给力 由于是黑色版的缘故 Vivo XR10屏幕顶部除了前摄和柔光